这段期讲解是弃居反骗 1987年的冠军邀请赛 红方旅行 黑方胡荣华 开局是中炮 对战的是三不虎阵形 红方出了横居 黑方架齐了裂炮 然后呢 红方准备进居威胁黑方的马 黑方齐合准备直接吃 反客为主 红方当然飞向 黑方也就出居 如果你贸然点进去 他居就过来 你看似可以吃马 人家可以回马 下一招他居可以杀过来 威胁你的马 然后呢 还可以推炮打你的居 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这个期 你肯定是受攻了 这儿不行 红方主动进炮 先把居锁住 不要时候打僵 这地方先补视不让 红方正常招法 也就点居压马 实战的话 选择冰三进一 那这里就吃 接下来红方 抢先上马 黑方呢 也就吃个相 红方这步踩马 将的卧潮很厉害 黑方呢 浑然不惧 在这个局面下 他选择退居 准备呢 直接吃炮 扶地偷心 那这个棋 红方当然是落相不让 继续呢 逼迫你 黑方只得上马 看似红方 马的硬丝很凶 持了这招棋 暂时没用 比如说你跳进去吧 踩着马 他就跳进来 将军出来 那么居将 点炮 现在人家吃着炮 踩着炮 一旦我炮换掉 黑方将会多向占优 所以这个棋 红方根本就攻不动 所以的话 在这个局面下 我们可以看到 上马暂时没棋 红方呢 推炮 以退为进 这是有一个上马打局 黑方想从边线发难 但是呢 这个棋啊 他不敢 为什么呢 因为红方有炮 看似是一个交换 好像可以解围 其实呢 这个棋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当你吃炮的时候 人家把马又吃了 所以最终你这个马 在对方嘴里 你会少子 那这样会不敌 所以的话 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是不敢强攻的 否则是子 黑方到这儿 有一个稳健的思路啊 就是呢 局长起来 不让对方上马打局啊 那么这样走的话 那将来红方就跳马进去 黑方呢 这个棋啊 现在就不敢贸然切入了 因为如果你还要这么走的话 他这个炮打过来 有一个打相啊 叫杀抽局 所以你不敢 那么你只好往边先切 到这儿以后 他可以将军了啊 因为这个局长起来之后 一面将军平炮 就要闪击对方的局 对方当然是先把局拿过来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有一个平炮将军啊 所以这一路棋的话 往下发展 很明显啊 黑方会吃亏 如果打一将 他就不合适 你现在挡这个炮 他这个炮将 这你根本挡不住 那么可见这一路棋啊 黑方呢就比较失弱啊 不太好应对 实际的话 黑方呢下出了足气惊异的招法来 看似呢苦肉计啊 这里呢让你把局打进去 这个时候注意 黑方不能逃局 一旦你逃局 红方马就紧巴 黑方退炮去看 红方呢见缝插针 下一步跳马将军抽局啊 这边就危险了 所以呢到这里啊 很可能要丢局 而且这个杀招很难解除 那么一眼看红方阴谋得逞啊 红方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棋 走到这里 一眼看吕钦啊 这个飞刀得逞了 那么黑方好像不好办了 结果呢 胡仁华下出了一步 惊天气狙 吕钦呢 到这里只好吃灰 红方就认为我吃了一个狙 黑方的话 把对方马掉回去 然后纵身切入 把这个窝草马的攻势 给你化解掉以后 他这边呢 反而形成了强大的攻势 红方虽然多了个狙 但这个棋呢 确实很难下 那么实战选择掌局啊 这个棋选择推炮打局会效果更好一点 但是还是黑方占优啊 局8进二的话 看着积极 实际上呢 黑方打一枪 红方不走势 没有问题 黑方的话炮就平六 直接打局 红方也只能闪开 那么你要杀底线 他就出老巷了 所以作为这样的棋的话 黑方呢 他纵身切入 这部 弃马 可以说是美人计 投怀送报 红方挤了一步 并没有吃 为什么呢 因为吃的话 结果也是还原的 那么走到这之后 黑方跑三拼二 仍然是还原到 刚才你吃马 还打你炮 现在还踩着马 先叫耳浆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棋的话 如果说你要吃马 他一将我炮吃了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那红方肯定不想丢这个炮 他就先逃一步再说 黑方呢 顺势一将 这儿肥像 现在继续威胁着你 怎么办呢 那么黑方不但没有逃马 而且下出了一步 惊天起菊 本来就少个菊 黑方再起一个菊 这期下得很嚣张呀 红方不能吃菊 否则挑马来将 把这个菊吃回的话 虽然你是有菊杀无菊 但是你两个子 人家四个子 你双拳男低四手 你还杀不过他 所以到这儿 红方只能忍痛 看着菊不敢吃 就吃了一个马 这样中炮就被消灭掉了 然后中炮一丢 你这个双菊马 兵种显弱 暂时没齐 那现在 黑方趁势吃相 准备杀无成终 红方的话 平菊顽强 黑方就到底线 这儿的话 退菊勒住你 那炮二品三打着马 所以你再勒 肯定勒不住了 红方冲兵 试图掀起后去 骗他一下 你敢打掉 他落实 将来霸王菊可以对你 而且这边 肯定能追回狮子 所以这个棋 面对这个马的诱惑 黑方他没敢吃 黑方选择 推炮 到对方河口 这儿 这就又落实了 红方认为霸王菊可以对 黑方抽身而退 不给你机会 这里红方想去吃炮 欺负黑方 黑方顺势一将 然后只能补试 因为你放中菊的话 平炮打死了 补试以后 这边跑三平五 到这儿非常厉害了 那么现在两边抽着菊 当然红方也不怕 无论你抽哪一个菊 他一知识都是霸王菊 所以你也抽不到 黑方就平足 先给炮生根 这样你要跟炮菊就没了 所以红方这个棋下兵 结果黑方下出了炮六平息 此招一出 这个棋 红方也就败了 因为你现在挡的话 他就可以抽你 你现在知识没用 他现在后面有炮 所以到这儿你菊是白丢的 一丢菊 你肯定受不了 那怎么办呢 到这儿看似也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这个菊一将 到这儿你想对菊 还不能对陈亚军 那怎么办呢 就得知个试 希望你吃掉我给你对 但是此时黑方并没有抓试 而是把这个兵吃掉 当红方捕试的情况下 黑方再来一招平炮 此时硬要杀这个试 所以到这儿 你为了解杀 也只能选择把试制起来归位 他希望你去赤马 形成一个霸王菊 欺负你 黑方再这么走 就会及外生枝 所以的话 黑方并没有贪吃大子 而是直接把试给破了 这儿就有进 黑方小足只管下 当红方进居想要制炮的时候 黑方顺势一将 出左边重炮杀 只能出右边 然后呢 这个棋 小足把试给破了 当红方平居跟着足的时候 黑方有一招炮似平六 继续呢 送佛归殿追杀 到这儿红方也确实不好下 那么他这个棋也只能说是回马 等你冲过来 我就弃个剧结尾 不过呢 这个棋他们有机会 人家顺势平居吃马 立先脚杀 到这里的话 这确实不好下 等你进来的时候呢 他平足又是一将 这个足你也吃不掉 那么你出左边 这儿顺势又是一将 一个顿挫 就把马给吃了 等你下来之后呢 他这里顺势有一个上马踩驱 此招一出呀 非常厉害 下一部瓶炮就杀你了 那即便你把这个炮砍掉 那这个棋也是危险 将来这个棋 驱马炮足 红方单居肯定挡不入 到这儿居心 只好认输 魂华获胜